走 来 我们后会有期 好 罗总 咱们后会有期 好 老板 那不是华安吗 他怎么会来重庆 而且还和罗总在一起 你看老板 他往那边走了 这家伙的可真不小 竟然敢来重庆 他就不怕被苏家的人认出来 苏家算数 过气了 重庆没几个人认识他们 倒是罗总 幻安是怎么搭上这重庆 第一号人物的 老板 要不跟上去啊 别着急 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再说 也对 那我们回去吧 别着急 华安突然出现在重庆 还和罗浩东打上线 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找人去查一查不就清楚了 你以为他还叫华安啊 你没看他那一身形头装扮 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的 老板 不如这样 我们把他的行踪 透露给苏家 让苏家去对付他 然后 让他告诉苏家人 面粉厂的设备是被我买去的 好让苏家人来对付我 你脑子进水了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岂不是有把柄在他手里啊 华安 明知道大家都在重庆 还敢这么明目张胆 背后肯定有大文章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老板 我们怎么办 且战且走 没摸清他的底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这么晚了你还来看我 真不好意思 我是特地来恭喜你的 要不是我打电话给罗总 谈生意上的事 我还不知道你升了职呢 这事啊 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不过就是个小小的特别助理而已 哪能跟你萧总比啊 庆祝就免了吧 来 我靠的是祖上余音 你靠的是真本事 这件事大不相同的 特助 吉日整天就是跟在老板后面 哪有时间 你的心意我领了 这怎么会没时间呢 老板他也要休息睡觉的吧 时间我完全配合你 保证不影响你的工作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 我觉得呢 低调一点好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扫兴呢 我还打算敲锣打鼓 多吆喝一些亲朋好友 为你共襄胜举呢 敲锣打鼓 那你干脆登报得了 这个主意好 这个主意真不错 明天我就买下 重庆大小报社的头版广告 为你好好地造个事 别笑 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你还越说越来劲儿了 你还想不想让我在大楼好好干啊 那我不管 登报和庆祝会 你必须得给我选一个 好好好 就照你的意思 庆祝一份 可以了吧 这就对了吗 什么时候有空 我来安排 这个说不准 罗总的时间不固定 再说吧 对了 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你车里宰了个人 穿得还挺体面的 是哪儿来的 贵客 罗总的一个客人 我看那个人还有一点熟 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你是在跟我打听这个人吗 不是 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哪天有空 给我留下点时间 我来做东 好 给你这个机会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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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俊杰 方俊杰 喂 真的是俊杰 你没有看错吗 灵力表上是这个名字 身份是战笛记者 应该没错 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面 然后赶过去 什么 俊杰没有死 你确定是他吗 浩然打电话回来说的 错不了 浩然在哪儿遇见他的 在医院 他受伤了 受伤 眼没眼中 有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正在做手术呢 好 我马上进去 雨桐 我刚才好像听你说俊杰 俊杰怎么回事啊 奶奶 俊杰没有死 是吗 他还活着奶奶 他现在受了点伤 人在医院里做手术呢 那 那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呀 过去吧 奶奶 您先别急 您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我过去 我要一知道消息 马上就给您打电话好吗 好好好 一有他的消息 就立刻给奶奶打电话 好 放心吧 奶奶 我先走了 好的 好的 快去 快去 老天保佑 真是老天保佑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 齊公怎么样 人还在里面 等做完手术才知道 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郑先生 俊杰明明还活着 为什么报社要说他死了呢 当时那边情况特别混乱 遇难的记者穿了俊杰的衣服 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那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才送回来呢 俊杰受伤以后 被送到了战区救护中心 因为他当时昏迷不醒 身上又没有什么身份证明 战区医院 也不知道该通知哪个部队 所以就 医生 浩远 怎么样 俊杰要不要接啊 情况还好吧 他 他的伤口 严重亏烂 如果继续恶化下去 就必须截肢 玉头 截肢啊 截肢不就成了残疾 俊杰怎么长受得了啊 玉头没事的 冷静点 浩然在 俊杰不会有事的 对吧 浩然 浩然 一定要救救俊杰 不能让他截止 不能让他截止 不然他以后怎么当记者 怎么跑新闻 怎么完成他的治愿 好啊 我会尽力而为 不过现在医院很缺药品 尤其是叛逆西林 已经完全没有错过 医生 能不能向其他医院解调一下 之前也有病患需要 我们也问过 但在非常时期 每家医院都自顾不下 怎么办呢 没有叛逆西林 俊杰会不会就变成瘸子了 事关紧急 我会报社请求协助 我先走了啊 浩然 浩然 我求求你 俊杰的将来都在你的手上了 我求求你 求求他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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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头 姐 别这样 我会接近所难 现在他的声口 已经听理肝情 怕会感染 现在在隔离病房 你们要不要先去看看他 好 我这就去 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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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好起来 只要你好好好的 只要你好好好的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别太伤心了 玉头 她才刚做完手术 别打动我 俊杰她听得到我说话 她听得到吗 玉头 冷静点 你当然能冷静 当然可以置身事外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俊杰能成这个样子 全是为了我们苏家 她是拿她的性命来换我们苏家的温饱 她为了给奶奶一笔安家费 才会弄成这样的 你知道吗 妈 俊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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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饱 志伟 你怎么哭了 是为方俊杰吗 她死里逃生 你应该高兴才是 俊杰的腿被扎伤了 继续潘尼西林 不然就要被截止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 潘尼西林 我能告诉雨晗 罗总有潘尼西林吗 玉头告诉我 俊杰在做战地记者之前 跟报社预支了一笔安家费给奶奶 我们苏家 一直靠着这笔钱过日子 一直套我们回来 那是俊杰的卖命钱 她代替我们 为苏家做得太多了 差点连性命都配上 作为苏家的儿女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好 我知道来要盘你行李 哪里有 哪里有啊 你去找罗医生 让她去跟罗总谈 记住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好 我这就去 昊然 我这就去 我大哥手上怎么会有盘尼西林呢 那可是管制要别啊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拜托了 向罗总买一点好不好 多少钱我们都愿意付的 先别这么说 不管是真是假 总是一个期望 我现在就去找大哥 谢谢 好人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 竟然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 来 快坐坐坐 我想跟你买样东西 买什么买啊 我这厂里啊 要有你看得上的东西 送给你还来不及呢 我需要一点盘尼西林 那是管制的东西 我怎么会有啊 你在重庆呼风唤雨 神通广大 弄点盘尼西林不是难事 老实说吧 要是我买呢 确实不是难事 只是价格非常高 我买了 谁来扶张 张算在我头上 我父亲 什么重要的病人 是雨通的丈夫 也就是我的联金 她从前线受伤回来 情况非常的严重 要是没有盘尼西林 恐怕就要成残废了 盘尼西林 我可以送给你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会大罗上班 难安 难安 只要伤口不再恶化 就能保住她的腿 明后两天是关键时期 一定要格外小心 放心吧 我们会轮流含糊的 好人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别这样 快起来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哥 雨晗 你们快回去上班吧 俊杰邀我来照顾就好 如果有什么事 打电话到办公室 我随时过来 你也可以来找我 我一直都会在办公室 编号号码你知道吗 我知道 快去吧 谢谢 雨通 我先去看诊 情况要是有变化 立刻通知我 我知道啊 谢谢你 好 罗总 罗总 对了 你们家里的人的伤势怎么样了 正在观察 不过比以前稳定多了 好 谢谢罗总关心 这位 你跟我出去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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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检西林的事是不是你说的 是 你犯了我的大狗姐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 罗总 罗总 如果没有盘检西林的话 我的妹夫就会失去一条腿 我的妹妹就要失去现在的生活 我不任性 照说我应该开除你的 不过 这次你是为了救人 我原谅你一次 但你以后绝不能再犯 不然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谢谢罗总 谢谢 开车 你怎么还没来上班 宇童怎么今天还没来上班 她打电话来请假 说家里有事 帮我拨苏家电话 好 拜拜 喂 苏公管 薛妈呀 我是萧剑 宇童呢 大小姐去医院照顾姑爷了 姑爷 什么姑爷 方俊杰她不是已经 大姑爷没有死 只是受了伤 现在在医院治疗呢 喂 太好了 替我转告宇童 祝方俊杰早日康复 好的 萧少爷 方俊杰竟 竟然没有死 老天爷也太后代她了 不 是老天爷疼惜我 不想让我再白忙一场 趁方俊杰受无腹肌之力的时候 我亲手杀她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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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晗 雨晗 宇晗 只要你能够平安醒来 我愿意千字离火 让你恢复自由 去追寻你的理想 寻找你的真爱 宇晗 你来啦 宇童 你没事吧 没事 宇童 你看你身体不好 照顾俊杰的事情 就交给我和志伟吧 可能午饭没吃 身体有点熏 没事的 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不要再逞强了 现在俊杰还躺在病床上 万一你要再累出病来 那岂不是雪上加霜的事吗 可我就想照顾她 不然我不放心 要不这样 你就搬到我家去休息吧 我家里医院近呢 告诉护士 如果俊杰有什么情况的话 打电话到家里面 这下你放心了吧 好 只是要麻烦你和皓仁了 麻烦什么呀 自己家的姐妹嘛 那你赶快走吧 来 义童 坐 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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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睡这儿 昊然呢 昊然晚上不是常有急诊吗 她怕吵到我休息 所以我们都是分开睡的 不过休假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谢谢 这还差不多 不然说你们是新婚夫妻 谁会相信啊 雨童啊 你好好休息 我去外面给你弄点吃的 垫垫肚子 等我弄好了 再叫你起床 好吗 要是俊杰这次能平安度过难关 你离开昊然 回到他身边 好吗 你怎么了 怎么又犯糊涂了 我没有 我现在清醒得很 其实这句话在我心里 已经放了很久了 为什么 因为你和俊杰才是一对儿 两个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 都是过去的事情 真的 我现在结了婚 生了孩子 再提这些过去的事情 有什么意思啊 可俊杰他 你和俊杰是夫妻 哪有做妻子的 把自己的丈夫 往别人那儿送他 对不对啊 我和俊杰亦有名无误事 我和俊杰亦有名无误事 算不上是夫妻 不管怎么说 那么多年相依为命的感情 是割舍不掉的 所以说俊杰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你陪在他的身边 你要说这种话 他真的会伤心的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些年 我经历了他离家 失去音讯 音功训职 一连串的内心煎熬 我我已经想通了 我恨我自己当初 为什么那么任性 我甚至向菩萨祈求 只要俊杰能够平安回来 我 我愿意把他还给你 老天有眼啊 菩萨听见了我的祈求 俊杰回来了 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所以啊 我想 是该我兑现诺言的时候 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不会 永远不会 雨晗 好了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雨冬 别说 我不会离开我丈夫的 你是俊杰的妻子啊 你有义务去照顾他 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去给你弄好吃的 可他需要的 不是我 是你 是你 放军节 你也有今天 我该怎么办 妖妖立刻杀了她 她这样是不是太便宜的了 她抢了我的妻子 害我坐牢 造成了我和雨晗之间永远的遗憾 她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你在干什么 我看她满脸是汗 想帮她擦一下 不需要你做 护士回来做 来 把汗擦一下 好的 罗医师 军节现在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 情况基本是稳定下来了 那太好了 谢谢医生 应该的 病人需要休息 你可以离开了 我正好有事 那麻烦医生多照顾军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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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还灭我 不要 玉涵 爸爸好久没有抱到你了 来 妈妈亲亲 爸爸拿 让爸爸亲亲 来 俊杰 俊杰你醒了 玉涵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了 俊杰 我在哪儿 这是在医院 你在这里已经躺了几天几夜了 几天几夜 你知道吗 前些日子 你们报社通知我说 你因公训职了 没想到 你却活着回来了 谢天谢地 我的腿呢 我的腿怎么了 腿还在 腿还在 放心 我的腿怎么了 腿还在 只是受了点伤 你相信我 腿还在 腿还在 还在 放心 没事的 对 臣 恢 唯 玉涵 女佟啊 怎么了 俊杰她醒了 医生说 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是吗 好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玉涵 你现在马上过来吧 我想俊杰现在 一定很希望见到你 我 我走不开啊 我就不过去了 你跟俊杰说 我改天跟皓然一起去看她 好 好 就这样啊 恭喜恭喜 好 好 这盘尼西林起作用了 红种消退了很多 愈合的状况也很好 罗医师 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 别这么说 应该的 我是医生 任何病人在我手里 我都会尽心尽力去抢救 更何况你是雨晗的 的朋友 雨晗他还好吗 他很好 那康康呢 你放心 我们把康康照顾得很好 俊杰 奶奶 俊杰 奶奶 俊杰 你躺着 别起来 别起来啊 俊杰 俊杰 哎 谢谢老天爷 真的是你 奶奶真是太高兴了 真的 奶奶真是太高兴了 奶奶对不起 让你藏心了 你是为了苏家去冒险的 是苏家对不起你 苏家欠你太多了 苏家 您这么疼我 我总想着 将来一定要 好好回报你 正好这次有机会 你能够平安回来 奶奶真是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真的是太高兴了 好人 君杰的伤 不要紧吧 伤事已无答案 不过她的脚伤到神经 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那 那我会怎么样呢 洛医师 其实经过这一次 我已经能看得开了 没关系的 你直说吧 可能会影响行走 奶奶 奶奶 只是走路不方便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奶奶 俊杰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 能保住一条命 也没有截肢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过了这一关 以后就脾气太来了 放心 对对对 脾气太来 正所谓 柳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奶奶 我还有其他的病人要看诊 那我先去忙了 好好好 你先忙吧 谢谢你好人 应该的应该的 俊杰 你好好修营 谢谢 谢谢 奶奶 怎么样啊 还疼吗 不疼了 那就好 奶奶 您怎么样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家里怎么样 还好 智伟回来了 那很好啊 可是家里又走了 这个家 好像 永远都凑不起 为什么会这样呢 谁知道了 这两母子 永远都不对头 与童去上班了 与童去上班 是啊 什么工作 萧静的公司喽 出了那儿 还能上哪儿去呀 一个大小姐 身体又不好 什么都不会 也只能 到小剑公司 做个摆设呗 不过别担心 智伟回来了 家里头 有智伟一肩跳起 以后啊 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是啊 这次少爷回来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懂事了 也有责任感了 可不是嘛 那奶奶 就可以放心了 是啊 家里虽然过得比较辛苦 但是 大家同心协力 过得 倒也满幸福的 我 俊杰 你是想问 雨晗的消息 雨晗结婚了 嫁给了罗医师 这很好 这很好 他们本来就该是一家人吧 阿贵 这个鱼要清蒸 那个要白酌 好的 这个东坡肉要入味啊 好 做这么多菜 能吃完吗 贵客要来 谁要来啊 这么隆重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去开门 昊东 我告诉昊东你住在这儿 他知道你的情况 就想见见你 请你吃顿饭 本来呢 是想到外面吃的 我想 干脆家里面边吃边聊 不是更好吗 真是不好意思 打扰了昊东 说什么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家这个大盲人啊 今天肯大驾光临 还不是因为沾了你的光 好 千万别这么说 昊东今天来 是为了通风报信的 怎么就被你猜中了 智卫当上特助以后啊 越干越有劲 把他的潜力全都发回出来了 你大可以放心了 看来智卫是跟队人了 谢谢你对他的照顾 对了 方俊杰回来了 之前的消息是个误会 这样也好 丈夫回来了 省得与童整天失魂落魄的了 干嘛站着说话呀 来 坐下说吧 好像是东坡肉的味道啊 就你鼻子灵 今天的五花肉可好了 我特地为你买的 对了 我还买了一条 又大又肥的黄鱼 打算让阿贵红烧了 家里烧的老咸菜黄鱼 入味极了 应该让他来烧才是 是吗 怎么好像你吃过一样啊 我也是听说的 别忘了 苏家有两个人 在我那上班呢 嘉烈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条黄鱼就交给你了 不要听孩子们乱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下厨了 怕早就不会做了 我刚才说的 你能变成了 我还是说的 也很久没有下厨了 却隔着天涯 心不平 再绣不挣扎 问怎么还暖不了琵琶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听愿深深深入乌亥 永远相思 任情仙掌满清海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才明白情仙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相爱 听愿深深深入乌亥 永远相思 任情仙掌满清海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